低碳社區 一千處綠世界 簽下環保承諾書 邱縣長承諾憲明 未來四年將完成 一個國際環境教育園區 十座環保公園 一百個低碳社區 一千處綠世界 以及一萬點自掃門前學的 五大環保目標 國際的力量 嚴肅 把資源的回收 所有的 把他們展現出來 我希望我們的環境更好 環保教育園區的成立 我想無非是注入 竹北市一股新的力量 政府順利 打造竹縣成為 全國友善環境示範點 在竹北附用館設立一座 18米高的永續環境教育館 建築物外觀 將大量使用回收瓶 作為建築材料 控制透光效果 內部則有養生輕食餐廳 節能減碳教室等設備 除了回收的PET以外 也用了一些 像說回收的那個電路板 水用的遮陽板 所以讓這整個 連這個建築的載體 也是環保的 環保局在一年前就開始規劃 1.4公頃大的園區 除了永續環境教育館外 周邊也向行政院環保署 申請534萬元 設置為空慶品質淨化區 讓附近居民有休憩 及環境教育的場所 成為新興的綠色示範城市 然後再編越 和油 圖